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想风水 访问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手下 首先一个是杂文比较多 杂文多说明心事比较重 烦心事比较多 琐碎的事情千万年 容易心情抑郁或者烦躁 杂文多也主初期的阻碍 波折比较多 不利于初韵 文路杂乱 包括人文的锁链文非常的重 不利于初期的学业 事业都有影响 帝文也很浅 帝文看根基 根基非常的薄弱 手掌气色也是慧暗的 说明近期的运势 这两年不得运 运运比较多 其实改变的方法 就是多出去闯荡闯荡 自己主动去打开局面 这是一个 这是金水相生的川子掌 只是文路有点不太理想 天文比较短 天文是赴事业线的 短了就不利于事业发展 地文虽然长 但是中部有一个大的三角纹 这是30到40岁 这个年龄阶段 注意健康的不利 包括一些意外的伤害 人文尾部有飞花 第一个容易想法多 选择性迷茫 第二个不利于情缘犯情伤 川长也是要出去主动闯一闯的这种格局 这是标准的利于事业和财运 但是不利于情缘的首相 小指下方的竖线 这个是钱财文 无名指下方有金房子文 石指下方又有财印文 所以说这个都是代表命局里面财运比较旺 车房皆有 蓝色的这个事业线 清晰直上后期成就大 人文尾部有分叉 粉烂桃花 这是一个典型的利于事业财运 但是不利于情缘的首相 我们看蓝色的这个是远行文 利于外出闯荡发展 绿色的这个是开运线 我们说这个主文路分支往上走的这个线 都是比较好的 这个叫开运线也叫希望文 人生得机遇比较早 接触社会也比较早 红色的这条线是帮扶纹 这么长的一条帮扶纹 命局里面必定是有贵人帮助 黄色的这个是事业线 笔直向上 后期成就大 帮扶纹和事业线之间又有一个印文 那么这个印文是大概30到50岁 这个中晚年的 中年之后的这个年龄阶段 财运事业皆旺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简单的分享 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